今天看到一个美国公民说美国大选 我给他点了个赞,我认为他比我们敢说 完了以后呢,他认为我不够勇敢 我认为我现在不是不够勇敢,而是知道自己的本分 当你还没有投票权的时候 官齐不语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干预美国的大选 我认为是非常适当的一个行为,对吧 那么有一些观众在我的视频下留言 谈到国内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墙内有两种人,一种是蠢,一种是坏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蠢 很多人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呢,自然就变坏了 我认为这个说的很经典 没有那么多蠢人 他们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如果要是变坏就能有钱 就能获得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 那变坏对他来说 何尝不是一个选择呢 这是社会造成的 或者说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所以仅仅批评个人 实际上不解决问题 因为制度不变,它会一直这样下去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封建王朝社会 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封建问题 或者说封而不建 各个朝代的管理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有封 但能不能给你出青城都不知道 明朝是无事不许进京 你爹死了,你都不能回来 哪怕你是王子 对吧 但是清朝那就不一样 无止不许出京 即便你是铁帽的王 老老实实 在四九城待着 所以笼统地说 中国有两千年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这个不太准确 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 这个据说有记载 或者说记载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相信它 那么之后呢 进入秦一同 汉又丰丰 很多东西 不能一概而论 但终归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中国社会直到今天变化不大 汉又丰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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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 提倡儒吧 儒最起码宽松一点 所以 汉先开始了黄老之学 七十年 抚养天下 让国家恢复国力 之后 开始儒法并行 或者叫 儒匹法骨 新儒家带来了很多东西 直到明清 都在不断的编撰 删掉一些 儒的东西 加入了一些新的 所以到 五岁运动的时候 咱来孔家店 那个时候 还是不是儒家 还是不是 孔家的东西 难说 但一直到今天 其实人们还活在这个氛围中 君臣父子 一直到现在 提倡的核心 其实都是观测 这个观点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那么在这一刻 你要是说出一些 刺痛人们的话 就会有人骂你 指责你 我另外还看到一个留言 说 我造谣 有人为我鸣不平 其实我想重申一点 无论你待在国内 还是已经走出了国门 你观察到的中国 我观察到的中国 都类似于盲人摸想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把大家看到的这一节 分享出来 努力拼成一个真实的中国 每个人从他的出生 成长的环境 一直到他接触的行业 接触的深度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蜻蜓点水的 一带而过 因为你没有真的生活 那么你真的生活 能切入的点 能沉下去有多深 在哪一个行业 或者在哪一个城市 你能大致的了解他 理顺他 并能向外地人介绍他 这个很有限 我认为至少我本人 在这方面很有限 所以我尽可能分享一些 我待过的地方 进入过的行业 我掌握的一些情况 我认为 分享的人多了 站出来说话的人多了 大家可能更容易 拼凑起一个 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中国 要靠我们每一个人 都站出来说话 不能说 我讲的东西 你没见到过 或者在你这个地区 不普遍 你就认为 我在造谣 但你也不能说 我讲的都是真实的 是在我所接触到的行业 或者说 我所熟悉的城市 这些事是真实的 但是你肯定不信 因为你的生活中 没有经历过 就如同我们经常说 中国的左派 和国外的左派 其实不一样 美国的左派 他就没见过 什么叫中国 就真实的中国 他这一辈子都沉没下去 所有的汉学家 即便在中国生活过几年 有人说在中国挨过打 是吧 被公安插着脖子 按倒在地 完了以后怎么样 其实没有用 你对中国的了解 都是有限的 我们在中国长大的 对中国的了解 都是有限的 凭什么 你就认为 你能跨越母语的障碍 跨越人种的障碍 能沉入中国社会 了解到它的方方面面呢 那么如果你能想透这一点 是吧 你就应该能知道 兼听自明 多听一听别人的声音 不要老是生活在 自己的幻觉中 我一直 喜欢做一件事 静下来 回想一下自己说的东西 自己有一些看法 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跟大多数人 都不一样的话 那我也会反省 是不是有可能 我看错了 猜错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 如果你要是真的 想为中国的变化 做一点事 其实都应该有这种心态 听听别人说的 不要屏蔽所有的质疑 带有探讨性质的东西 其实可以听 而且经常会有益处 那么 当指责你的人多了以后呢 他会告诉你不要膨胀 我认为这是好事情 但所有交谈讨论 他有一个基础 我们争论的是观点 观点 可以争论 对吧 我又不是皇帝 谁也不能精口欲言 我又不是习胖 那么有没有这个心态 去探讨一个问题 或者说 善意的去讨论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我见过太多的人 非黑即白 他们总是认为 中国就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 不是的 南北方的差异很大 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 比地貌 给我们带来的差异更大 你是一个南方人 没去过北方的田野 没带过北方的冬田 你不知道什么叫白猫风 这很正常 那北方人还受不了 南方的滑梅雨 还受不了南方的这种高温 尤其是四大火炉 他们来了以后 直接跳楼的心都有 我亲眼见过一个朋友 他是内蒙齿风的 他到南京来培训 因为他当时 报考的是 舆论集团的一个岗位 那么到了南京 他在火车站 停留了几个小时 就打电话 跟公司辞职了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 这个气候 他买了当天的回程票 只在南京火车站 面对着悬湖公园的 这个湖水 造了几张像 留了个链 他就回去了 那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其实很大 比你身体能够承受的更大 只是有很多人 在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 待的时间太久了 他不愿意了解外面的世界 因为他已经很难适应 他不熟悉的东西了 但是今后的中国 可能你要被迫去适应 日本鬼的来之前 中国人也很多年没有跑返了 那么日客占领南京的时候 有很多南京人 甚至苏北的 江北的 脱家带口的 跑到了武汉 然后从武汉又跑到了昆明 就差一点 要跑到缅甸 跑到印度去了 全国的教授 学子都集中在西兰联大 这段历史 其实离我们不远啊 刚刚过去 也不过去 七十年的事 那为什么大家认为 这些事 不会重新上演呢 每个人都在享受和平 都在认为 和平跟空气 阳光一样 是免费的 你要指出 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 他一定会告诉你 你在制造焦虑 你在贩卖焦虑 所以说实话 我知道很多人是不爱听的 我终归想告诉大家一句话 中国已经在变化中了 你不要看他今天开了一个什么五中全会 明天开一个六中全会 这个对你的影响并不大 整个社会的压力 会触及到最终每一个人 他的政策听起来都是德政 他满口说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东西 但是落实到行动中 你发现变味了 你总是认为你身边的人 出问题了 皇帝是好的 党中央是好的 是英明的 只不过下面的贪官污吏 把事做绝了 到今天 无论是开两会还是共产党自己开会 北京的信访部门 是吧 都是人山人海排着队 大家认为在这种敏感时期 往往能引起重视 只能说 如果你还抱有这种幻想 中国 任何一个变化 你都会成为 被碾压的那一类人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社会在变 你还在对这个体制抱有幻想 你顽强的不愿意相信 我们告诉你的东西 那我告诉你的 如果说你认为是偏面的 不对的 那有这么多人在说 中国出现的问题 以及中美问题所导致的国际压力 你都不愿意听 都不愿意相信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 当你要面对绝境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来面对你的一生呢 你不要忘了 很多人都不是孩子了 都不是白纸一张了 我们都有自己爱的人 都有自己的家人 今天你抵触的 所有你认为是负面的东西 其实最终都会影响到 你对未来的决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无非就是说出来和不说而已 祝愿大家在未来 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